在乒乓球江湖里 有俩人而搭档的那叫一个默契 关系好的让人直呼羡慕 谁呢 就是王楚清和孙颖莎杯 咋形容他俩的关系呢 简单说 就是看不得对方掉眼泪 就说那次采访吧 王楚清一提起比赛那些苦啊 累啊 眼圈就红了 孙颖莎一看这架势 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 也跟着泛起了泪光 那泪花子里 可不只是对搭档的同情 更多的是一种 我懂你的心疼和理解 他懂她的拼 懂她的难 反过来呢 孙颖莎要是有啥委屈 眼泪汪汪的 王楚清那眼神立马就柔和了 满满的都是滕西 他瞅着她 就像瞅着自个儿 最心爱的宝贝似的 那眼神里的深情和关怀 说实话 谁看了都得动容 在他心里 他的每一滴泪都是宝贝 每一声叹气都牵着他的心 他俩之间啊 真的不需要太多言语 一个眼神 一个动作 啥都明白了 在赛场上 他们是并肩战斗的战友 在生活中 他们是互相扶持的哥们儿 姐们儿 他们的关系啊 早就不是简单的搭档了 那是一种说不出来的深厚感情 这种感情啊 让他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 总能找到依靠 不管遇到啥挑战 只要一想到对方 心里就充满了力量和勇气 因为他们心里清楚啊 在这个世界上 总有一个人会跟他们一起面对一切 说实话啊 他们的泪水真的不是软弱的表现 而是对彼此深情的最好证明 每一次的泪水背后啊 都是他们对彼此的牵挂和关怀 这种牵挂和关怀啊 让他们更加珍惜对方的存在啊 也让他们更加坚定的携手往前走啊 以后的日子里啊 不管他们走到哪里啊 这份情意啊 都会一直陪着他们啊 他们的关系啊 就像那张永远不会褪色的老照片一样 永远定格在彼此的心中啊 而他们的故事呢 也会继续写下去啊 成为乒乓球界 甚至整个体育界最美好的传奇之一啊 一直以来 孙颖莎和王楚清的CP和恋情撰文 都是国平球迷关注的重要焦点之一 其关注度甚至超越了很多球迷关注的梦里头CP 孙颖莎和王楚清为何会转出恋情呢 首先是因为两者是混双的搭档 所以两个人有了更多在一起的时间和接触的时间 两个人在一起的时间异常 自然有了各种的接触和小动作 偏偏两个人又年龄相仿 又是性格比较外向 所以很多动作很容易引发球迷的猜想 比如说王楚清在孙颖莎被队友叫孙猴子的时候 王楚清霸气地喊话 告诉他们你叫小豆包 比如说王楚清捏脸孙颖莎 要知道整个国拼王楚清也是这个待遇的第一人 王一笛想要捏脸都直接被打掉 而孙颖莎对此的解释是两个人的约定 如果夺冠就让王楚清捏脸 咱就说这个约定是不是听起来很甜蜜 其次两者恋情地不断转出 甚至是不管被球迷认为是实锤 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队友的大漏勺表演 让人不得不去猜测 比如说方博和邱怡可在直播的时候 谈到现在在国拼打球舒服还是以前 两个人在谈到混双的时候都憋着笑 两人表示有的事情以前不行 现在行 虽然两人啥都没说 但是好像啥都说了 再比如在WTT中国大满贯赛上 央视播放的国拼训练的画面 在训练中 孙颖莎和队友一边热身一边看王楚清梁静坤 对镇林高远林失动的男双决赛 在王楚清梁静坤赢球后 队友突然对孙颖莎来了一句 真厉害你家的 在听到这句话之后 孙颖莎也是回头露出了甜甜的笑容 而队友这个大漏勺的话语 也是让央视转播的画面突然从近拉到了远端 只可惜队友的这句话语已经上了热搜 很多球迷都认为当队友这样说的话 孙颖莎和王楚清的恋情实锤了 单凭队友的这句话两个人的恋情实锤了吗 讲真的 虽然队友说了真厉害你家的 但是队友说的未必是恋情 或许是说孙颖莎的混双搭档真厉害 所以这句话虽然让球迷有了更多的遐想 但并不算是实锤 孙颖莎和王楚清的恋情到底是不是实锤了 我们还是耐心地等待 如果两个人像许昕和姚燕走在了一起 时间一定会给我们答案的 巴黎奥运结束 有些事不吐不快 都知道国拼的杀头组合吧 大头王楚清和杀局孙颖莎 乒乓球混双决赛 两人4比2战胜朝鲜 获得冠军 这是国拼在巴黎奥运会的首快金牌 也是中国乒乓球历史上首枚奥运会混双金牌 最后一球落地 孙颖莎俯身高喊 王楚清震臂高呼 两人激动拥抱 那一瞬间 时间闪回到2017 韩国崖山亚洲青少年乒乓球锦标赛 两人首次搭档混双 一举拿下冠军 沙头组合横空出世 2018年印尼亚加达亚运会 沙头咬牙扭转0比2落后的局势 拼到最后连班四局 战胜队友林高远和王曼玉 赛后记者采访 王楚清轻碰了下孙颖莎的脸 贡献了历史上那张赫赫有名的捏脸沙同矿照 两人迎来大爆发 开始了夺冠之旅 2021年休斯敦士兵赛 击败日本夺冠 2022年WTT新加坡大满冠赛 横扫中国台北夺冠 2023年5月德班士拼赛 战胜日本未免冠军 9月杭州亚运会 战胜队友夺冠 到2024年 他们已经赢下三届WTT新加坡大满冠的混双冠军 WTT沙特大满冠 沙头已经实现四连冠 一个血性十足 一个大江之风 单打 他们一个是女子世界第一 一个是男子世界第一 合体 他们是混双世界第一 搭档了7年 他们已是默契十足 大杀四方 铸就了无数辉煌瞬间 应了那句分择各自为王 合择天下无双 明明是英雄顶峰相见的宏大叙事 结果 有人非要吵CP 看他们谈恋爱 雅加达那张捏脸沙照片一出 这些人直接把热度干爆了 他们以惊人的速度和驾轻就熟的姿态开始圈地自嗨 他用右手挨 是左手有剪怕弄疼妹妹吗 而且都是手背 不是手心 我是民政局 我自己来了 你们俩被我锁死了 要是我吞了 巴黎夺冠 两人振臂高呼后拥抱庆祝 激情和荣耀 汗水或泪水 都在这声胜利的呐喊和庆祝的拥抱中 尽情宣泄 结果被CP粉被解读成世界在喧闹 我们在相拥但凡事关于沙头的新闻 他们必定磕得如痴如醉 仿佛在看什么爱情电影 他们俩比珍珠还真 我不仅看到了 我还要到处乱说 不是 真的不能睁开眼睛 看看现实吗 那年孙颖沙才17岁 脸蛋肉乎乎 裘风却吻准狠 加上训练很认真 是国拼的对宠 当时还有热搜词条 写着孙颖沙的脸国拼知名景点 谁都想打个卡 陈梦捏过 总教练李笙凤夫人之命 替他捏过德国乒乓球运动员奥恰洛夫 捏过那段沙头捏脸沙视频最后 当时采访的央视记者们 也试着捏了一把孙颖沙的脸蛋 还感慨 的确手感非常好 就像一个常被看到一个可爱的孩子 忍不住想捏一下他的脸颊 孙颖沙还在一段视频里说捏脸有技巧 展示了自己的捏脸四部曲 这么多公开的捏脸视频 怎么非盯着王楚钦空手造糖 醒醒 这可是国家队 孙颖沙 一个用四块钱球拍 每天凌晨四点起床 打进河北省队 打到国家一队 拿下双料冠军 在21天内从没有国际积分 打到世界排名第十 如今女单断层世界第一的小魔王 王楚钦 5岁拿起球拍 13岁入选国家青年队 玩命拼尽全力 从东京皮卡到巴黎主力 十年磨一剑 直至完成31成就 霸宝南丹世界第一 这样两名势均力敌的熊江 还有时间和精力去谈恋爱 再重复一遍 这是国球 是国家队 他们是战友 是在为国争光 不是在演偶像剧 能被国家如此看重 被教练组成搭档 他们反而是最不可能谈恋爱的一队 有些人性圆脑惯了 整天不干正事 到处拉郎配 同框即发糖 对视即上床 呼声那么高 逼得孙颖莎在微博发声 感谢大头 你永远是我最好的搭档和朋友 就这他们还不信 说女孩子说不是意思就是事 恶心土了 明明自己都不太相信爱情那一套 怎么磕上CP之后 就变成了这是什么宇宙无敌 绝世甜蜜爱情啊 在一次公众活动中 媒体对王楚钦紧追不舍 询问他对孙颖莎性格的看法 这个问题立刻让现场气氛沸腾 同时激发了公众对他们私人关系的广泛猜想 当天 王楚钦和孙颖莎 一同出现在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三小学举办的冠军体育课上 他们不仅向学生们讲述了自己的成长经历 还与孩子们进行了亲密的互动 使得现场气氛既热烈又温馨 但是随着互动环节的结束 媒体的焦点迅速转移到了两位运动员之间的关系上 尤其是王楚钦对孙颖莎个性的看法 在媒体的轮番提问下 王楚钦保持着冷静 他开始时对孙颖莎的性格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孙颖莎不仅是一位杰出的运动员 更拥有坚韧和乐观的性格 在比赛场地上 他总能够维持冷静 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对手和挑战 他都坚持不懈 这种性格不仅助力 他在赛场上取得了显著成就 同时也获得了队友们的尊敬与喜爱 面对深入提问关于是否欣赏孙颖莎这类性格时 王楚钦巧妙地避开了直接答复 我们关系密切 是朋友也是搭档 在乒乓球这个项目上 我们有着共同的目标和追求 我尊重每个人的个性和决定 孙颖莎的性格无疑是值得我学习的 王楚钦的回答既显示了对队友的尊重 又巧妙地避开了涉及个人情感的敏感问题 这时 孙颖莎眼中流露出一丝羞涩 紧接着他轻松地耸了耸肩 露出了温暖的微笑 这一举动立刻打破了现场的宁静 尽管王楚钦的回答比较含蓄 但他对孙颖莎的认可和欣赏之情 却透过他的眼神表露无遗 实际上 关于王楚钦和孙颖莎之间的恋情撰文 已经流传了很长时间 但两人从未正面回应 中国乒乓球队方面也一直保持着低调 没有对这些撰文进行澄清或回应 作为混双的伙伴 他们在比赛中彼此支持 共同进步 这份心照不宣的友谊显得特别宝贵 对于外界的揣测和留言 孙颖莎与王楚钦通过实际行为给出了回应 他们在比赛场上的无间配合和卓越表现 以及在场外的亲密交流和相互扶持 都是最有力的证明 这位坚韧真诚的女孩子 已在王楚钦心中占据了不可替代的位置 他们共同谱写了一曲关于青春 梦想与友情的赞歌 王楚钦和孙颖莎 这对乒乓球界的金童玉女 他们的故事仍在继续 我们有理由相信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他们将继续在赛场上创造辉煌 用他们的球拍书写属于自己的传奇 而他们之间的关系 无论是友情还是其他 都将是他们人生旅途中最宝贵的财富 在这个充满变数的世界中 王楚钦和孙颖莎用他们的行动告诉我们 真正的力量来自于内心的坚定和对梦想的执着 如果说小豆包是赛场上的甜蜜风暴 那么王楚钦就是那个默默守候的守护者 在众人关注着孙颖莎飞的高不高的时候 只有大头王楚钦关心着她的小翅膀累不累 她的眼神 总能在第一时间捕捉到莎莎的情绪变化 无论是女双失利后的低落 还是胜利后的喜悦 王楚钦总是第一个给予她最需要的支持 休斯顿的夜晚 当莎莎显得有些孤单时 是她将她拉近身边 用镜头记录下这一刻的陪伴 这种细致入微的关怀 不仅体现在言语上 更多的是在那些不经意的举动和眼神交流中 在混双赛场上 莎头组合 孙颖莎与王楚钦 展现出了令人羡慕的默契与牺牲精神 面对失利 大头会用尽全力在男双比赛中拼搏 不仅是为了国家和团队的荣誉 更是为了让莎莎不必背负过多的压力 即使在取得胜利的那一刻 她最关心的仍然是莎莎的感受 哪怕她不敢直视自己的眼睛 她也会用眼神追随 转地无声的安慰 在南洋的决赛中 面对强敌 他们相互扶持 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什么是真正的团队精神 王楚钦偶尔的叛逆 也是出于对莎莎的保护 这份明目张胆的支撑 让人为之动容 从默默无闻到成为焦点 莎莎与大头的旅程充满了汗水与泪水 但他们从未放弃过对彼此的信任和依赖 王楚钦在单打时或许心态不够稳定 但在与莎莎搭档时 他仿佛找到了最坚实的依靠 变得勇敢而有担当 他用行动证明 年龄的差距并不妨碍他 成为莎莎可以依靠的肩膀 他们的关系超越了简单的队友 成为了彼此成长道路上不可或缺的伴侣 感谢观看